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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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名选手看来他的身体控制能力还要有待提高 不但是他的这个跳跃 落冰的控制能力 在接触步当中他也曾经多次出现过重心不稳的现象 但这名选手的身体柔韧性不错 结束前的一个侧扳腿的提刀旋转 开度相当的充分 这一战是他的第二战 回放中来看一下 菲利普三周接后把点兵三周 这就是出现问题的阿克萨尔跳 三周落冰时摔倒 首先是一个双脚落冰 然后重心没有控制住 结束前的侧提刀旋转 现在大战他是排第六 而且呢他的两套接续步 一套圆形 一套 验试部的等级都是给了三级 但这一次这两套接续步的重心都出了问题 这一套接续步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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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出双脚落电 的数 到双脚落 电内容是运动消息有两帆 电影 为了10分 The experimental score is 26.50 resultado 减лен的节目 这一套接述成络波 81.85 ultimate to write 短节目成绩57.35 五分排在第五位 最初版小杉 Fall in short program it's 57.35 and it's currently on the fifth place разрешена разминка второй группы they've got a roll for the second